主料,菠菜,豆腐丝,苦料,大葱,陈醋,辣椒油,香油,鸡精,盐,蒜,白糖,用菜人数,一到两人,先把干豆腐切成细丝,用水煮下捞出来,再放入菠菜用水煮下,需要煮的久一些,不然不容易了,把菠菜捞出来后挤干水,然后放在干豆腐丝中,加入葱丝和蒜末, 再放入陈醋,白糖,鸡精,香油,辣椒油等调料,搅拌均匀就可以装含酪,烹饪技巧,冰镇以下很爽口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